天父的孩子 今天都好吗 谢谢上帝给我机会陪你一起灵修 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三节 人要称他的名字为以马内力 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有人以为我们的上帝虚无缥缈 看不到也摸不着 向他祷告就好像是对着空气说话 事实上上帝的同在是可以感觉得到的 不但如此 上帝也要你能够真实的感觉到 他是与你同在的 上帝已经应许了你 他总不撇下你 也不丢情 但是你每天都有感觉到他与你同在吗 如果你可以每天感受到他的同在 你会开始体验到一种说不出的喜乐 平安和力量 上帝的同在 慈爱 平安 能力 和他的荣耀也同时的会发生在你的身上 但你问 要如何感觉到神的同在呢 这需要练习 不管你做什么 不管你在哪里 现在你就可以开始练习 用心里的眼睛去看见神与你同在 举个例来说 你在会议中 当你在思考问题的时候 你就用心里的眼睛 看见主也与你一起坐在会议室里 引导你的思维 这时候你会感觉到他同在的氛围 很安息 轻松 有很深的平安 这个时候 上帝就会让你的思路是清晰的 满有智慧的 你会提出从天上而来的好主意 当你去面试 你要练习用心里的眼睛 看见爱你的主耶稣 这个时候正陪伴着你在面试的房间里 你的紧张和焦虑就会逐渐的消失 你又会发现你在面试官的前面 蒙恩宠有聪明 也许你正要动手术 这时你就要练习用心里的眼睛 看见主耶稣与你同在 他会引导外科医师的手 这时会有一种很平安的力量 环绕手术房 你可以确定的是 有主同在的地方 不会有任何差错 当你处在争执中 你也要练习用心里的眼睛 看见主耶稣就在你的旁边 你可以看见他的爱和恩典围绕你们 你的言词 你的肢体语言也就会和缓下来 当你知道那爱你的 看顾你的主耶稣 时时刻刻与你同在的时候 你一定会有超自然的力量 面对前面的每一天 谢谢你播出宝贵的时间 我是香香牧师 我要为你做今天的祝福祷告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天父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与你同在 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 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 为你二死 又为你复活 迎着耶稣的血 天父已经赦免了你 过去 现在 未来 所有的罪 耶稣就住在你的心里 你已经因信称义 永远得救 你是蒙恩得救的义人 你必因信得生 你的祷告已经蒙神垂听 你已经大大蒙福 深深被爱 备受恩宠 永远记得 天父爱你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认为你能够